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酒店里没有放假 所以没有办法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了 过生日和室友准备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弟弟拿着妈妈的手机突然间给我打视频 在聊天的过程中把镜头照向了我的房间 看到了爸爸妈妈他们布置了温馨的场地 在边跳舞边给我唱那个生日快乐歌 当时比较意外也比较感动 立马就播出来了 因为我们家比较重视视感这方面 他们俩都属于比较浪漫的那种人 我们平常相处的模式就非常轻松